今天來吃東山丫頭 跟鹹酥雞 好久沒吃東山丫頭的蛋蛋了 沒錯 因為呢從那個疫情開始之後 一直到真正 夜市說解封他們才開 不然他們真的都完全沒開 連那種偷開一兩天都沒有 沒有 而且他們是確定已經要開了 然後夜市已經確定說 什麼時候可以開了 他們還不開了 他們還要觀察 很多店家要觀察看看 快一個禮拜他們才開 因為他們這個準備很麻煩 要滷啊 滷好了我跟你說 因為夜市之前有遇過那個 都準備好了 開了兩天之後呢 跟你說要休息 店家就 措手不及 也是很麻煩 東山丫頭就是這種 甜甜的滷味 然後我今天還蠻幸運的 還有買到他們的牙皮 嗯 不 應該 買了20片才對 我還要買鹹酥脂啊 因為你買 我剛剛想說要買個四季豆 然後我說欸老闆怎麼沒有四季豆 他最喜歡四季豆很貴所以沒有賣 應該 應該是 台風天啊 四季豆也算是 屬於那種會長很高的那種 嗯 對 因為總貴的你用實價 然後呢 因為貴你也把它長上去 特地買完這一副錢之後 但是他四季豆 嗯 玉米 都蠻貴的 等過一段時間 因為現在那個農作物都泡水啊 嗯 那過一段時間 那台風可能要 就大大雨一段時間之後才會 嗯 你有興趣吃 有幫你叫多一份子的服飾 就是愛嗎 就是愛嗎 老闆對你的愛 好 不用錢就是這樣 要不要對我的愛 呵呵 如果不用錢就是老闆對我的愛 如果要錢就是你對我的愛 如果要錢就是你對我的愛 大家懂嗎 我想承認 我想承認 因為他每次都哀到說 只有小朋友有 鹹酥汁 他沒有要 這個很像一份六十 如果我一份 小朋友一份的話 是一百二 我覺得這個負擔太大 呵呵 相信 我以前啊 高中的時候啊 買便當啊 一個便當也才六十塊而已 然後這個一份錢出去就六十 我沒有買過六十的便當 對啊 對啊 你都吃比較高級的 我就是學校附近買的 他們慢慢比較便宜 就是三菜 大概一塊排骨這樣 大概有一個 有一個 頭髮濕濕的男生 吃 你看這隻頭髮 要關門吹一頭髮 不然會很大聲 鴨皮 欸很久沒有吃了欸 沒關係你先把 你擦一擦衣服先穿一穿 等一下媽咪咪咪再幫你擦 好嗎 欸你是喔 整顆鴨頭欸 嗯 我還有這個鴨頭 小時候很不敢吃 不過我覺得他在看著我 有沒有 我來看 像不像他在看著你 有沒有 有眼睛嗎 有啊 這隻有眼睛欸 我只看到他在看 你看 你在看我嗎 小時候很愛吃鴨腦 我媽買這個的時候 我說吃了鴨腦 然後我媽就啃那個鴨臉 我就 我就 對啊沒錯啊 就是 買這個就是要啃他的鴨臉 對啊 這是好吃的欸 這一部分 他比那個鴨皮的部分還要好吃 你喜歡吃那個 他有一個甜甜的地方 舌頭嗎 就是這毛還是 那個是硬 那是骨頭姐姐 姐姐 在這裡 他再捲起來了 這個 東山鴨頭的 就是我覺得鹹酥 這個東山鴨頭 就是 有些東西一定要買東山鴨頭 有些東西一定要買東山鴨頭 有些東西一定要買神經濟 像我 這個米血 我就覺得是東山鴨頭 真的很好 那個鞋子用炸發 我覺得他那個 外皮會太硬 這樣子 個人的喜好 炸發物 對 那今天 因為其實我很愛吃他們家鴨皮 啊 雞皮 但是我覺得買鴨皮的 我就沒有在買 喔 我可以吃 你跟夜市人潮多不多 嗯 還OK 就是 平常星期一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在為止也分 我覺得大家就已經恢復到平常的生活 所以我其實像 人 人 人潮我覺得就是跟平常一樣啊 喔 然後 沒有我想說就是父親節過完有沒有 大家就是那個 我覺得就跟以前一樣 父親節過完大家一定會燒窮一點 對 昨天大餐都吃完了 不是大家吃 吃大餐啊 不管是我覺得買東西回去 呃 吃或是 去餐廳吃 那現在餐廳就是大家每個都在 搞那個 隔板的梅花座 嗯 對 我就是需要 我就是安全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嗯 嗯 現在國境啊 像美國已經大家都打完那個 就是疫苗了 嗯 但是呢 就是現在調查病毒的肆虐 就也是蠻嚴重的 所以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畢竟我們還是有那個境外移路 對 而且就是目前我們 目前我們 其實蠻多 像柯文哲講的一句話說 他們花了大把的錢 去美國 打疫苗 但是回來還是確診 對啊 對對對 因為你其實我覺得去美國就是花錢 麻煩 我覺得 對有錢人當然我覺得錢不是問題 但我覺得時間就是個問題 因為你回來還是要隔離 還是要隔離 我覺得國外現在丟他病毒我覺得是蠻恐怖的 目前他跟台灣還不熟 所以說 他現在無法侵入台灣 像日本啊 韓國啊 然後跟那個 美國啊 都 那其實其實不是只有台灣沒有 我覺得 打到這個疫苗就是覆蓋率很高 我覺得不能輕忽欸 因為你看 像現在法國跟義大利 他們就是要求說 如果你現在想要進這間餐廳 或是要幹嘛要幹嘛的話 你就一定要打完疫苗才能進去 但是 他們是很多人是沒有打到疫苗 我覺得其實就跟台灣一樣 然後我覺得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疫情我覺得讓 我覺得不只是經濟 然後我就發現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因為已經這麼文明的一個時代了 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打到疫苗 那現在是一個 我覺得現在是一個 新的時代 我們 我們 地球人已經開始要去 去習慣一個新的生活方式 嗯 這個病毒是全球這樣肆虐 其實大家已經 跟我們兩年前的生活 完全是不一樣 對啊 完全不一樣 大家生活習慣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可能 我們一開始像這樣子 戴口罩什麼的 大家很不習慣 然後很棒 但其實大家已經開始習慣了 一定會戴口罩出門 然後呢就是怎麼樣做好防護 現在我們的社會上外面是一直都會有 病毒的存在 就好像我在看電影的那種狀況 對 要做好防護 而且你現在現在是Delta病毒 比較厲害 那你怎麼知道 一個一段時間又換別的那個變種病毒又進來了 然後就是到底疫苗它到底可不可以幫助我們去防護這個 這個 因為其實我接種完 兩劑接種完了 其實都還是有機會是會 就是被感染的 對 這種就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病毒一直在進化 我們也要 一直去想辦法去保護自己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台灣最厲害的就是 就算打完了 嗯 口罩還是戴得很確實 對 現在就是怕說就是可能 境外一路啦 或者說 有些人會鬆懈 因為打到 有人會想說我打了兩劑 我就沒事了 還是很多人會這樣覺得 但我覺得就不要鬆懈了 大家好好的就是做好自己的防護 然後呢 來面對這個 這個難關 不知道什麼說實在 出國 我一直做夢 我夢到我出國欸 噢 天啊 好啦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出南 好 大家保重身體喔